热播剧《再見枕邊人》 眨眼睹入結局州 馬德忠、張希文、羅天宇、鄭俊宏等一眾演員 這日現身商場 為劇集進行宣傳兼大玩遊戲 Kelly的角色雖然強勢 但面對愛情也有軟弱一刻 上星期她的一場爆哭戲 就看到觀眾大讚演技出色 其實拍了兩天 所以大家看到他的Close Up Show 其實是分開了第二天再拍的 連爸爸也不在 自己一個人在發電 我都在想導演會怎樣剪 所以我有興趣去看 所以那場合都有看的 都幾淒涼的 其實我有一個場合很深刻 因為未播的 就是你和志遠在醫院那場戲 我很喜歡那場戲 他和我兒子在醫院 真情去說一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那場戲我覺得很好 其實我記得你和我說 我很開心馬臣賺我 其實那場戲我拍的時候也很深刻 上一次馬臣宣傳跟我說過之後 我都很期待看那場戲 那場戲應該在最後一個星期播出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一向唱得下的天宇 這日現場solo 獻唱和吳若希合唱的劇集緝曲 少有公開獻唱的他 顯得心情略為緊張 的確也有很緊張 因為始終唱得之人又在 這次真的是第一次去表演這首歌 而且本身這首歌是和吳若希合唱的 所以我要立刻背他那邊的歌詞 而且自己一個唱一首合唱歌 原來也有點難度 所以幸好沒有大炒 希望大家喜歡 非常好 因為我知道合唱歌要一個人 唱兩邊的歌詞是很難記的 所以我很明白 所以他處理得非常之好